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穿搭 然後在這裡面呢其實我很多東西都是交互的就是搭配啊 然後每天都是把一些最喜歡的東西元素呢都穿在身上 像我喜歡流書喜歡小背心然後喜歡襪子 那我就用這些單品呢去重複穿搭我的每一天 眼線洋裝呢應該是最簡單的穿搭 想都不用想你就可以直接套上然後上班回去又回去 如果你想要增加身上的亮點呢 可以利用一些毛怪毛球或是彩色度高一點的單品去做變化喔 像我就選擇了彩色的襪子來做穿搭 銅色系的單品呢也是我最常使用的 因為這是最簡單也最不容易出錯的 黑色的靴子像是近期裡面很常出現的一種單品 非常的好搭配喔 說到了流書呢 流書這個東西這個元素也可以用在襯衫上面 那我覺得這件身上的襯衫它就非常有女人味 因為它的材質吧還有它的一些喇叭袖的設計啊 都會讓人家看起來非常的優雅 簡單的穿搭裡面呢最免不了的就是白色的襯衫 所以我很推薦大家可以收集各種種類的白色襯衫 然後搭配小襪子就是帶一點趣味感 總之今年就利用各種小配件來增加亮眼度吧 就好 今天是訂購的 就好